男人放棄外面的女人回回家庭了以后 原配多久才能不痛苦了呢 看你有没有用对方法 如果用对方法的话 差不多小半年 但是呢 在我们实际咨询案例当中 没有遇到过方法用的不对的 差不多五到六年 可能才会好一些 当然有些人可能用对方法过后 还要自身的状态的调整 可能也是五六年才能疗愈的 当然这些都是在专业咨询干预的情况下 能够去调整好的 可如果原配只是靠自己 那很多人我们会发现 基本上这辈子都很难过去 这个心理的坎 因为背叛创伤是心理创伤当中非常严重 对人伤害非常大的一种创伤之一 我给你们分享三个案例 这里边囊括了男人回归过后 最容易出现的三种会持续性伤害原配的情况 第一个这是很典型的情况 就是男的第一次出轨 被发现过后 偷悔了嘛 就求原谅 老婆原谅了 男的也就回归了 两个人本来都以为这事就已经翻篇了 可以像以前一样过日子了 但是事与愿违 宇德这个情绪控制不住 就这种反复的很厉害 男的晚回家了 宇德就开始焦虑 男的抱着手机 宇德心里就一直难受 他说他是之前看到过 男人和第三者聊天记录 所以他只要看到老公拿着手机聊天 那些聊天记录和曾经的一些画面 就不停的在他老子里 不断的不断的闪现 男人呢 刚开始对老婆的反应 也是有耐心 会哄 也会回应 但是不到三个月 眼见着老婆没有好转 男的也没有耐心了 说好的翻篇 你天灵地 我已经和以前一样了 我和别的女人也不聊天了 我基本上也都是阿十安店回家了 你还要让我怎么样 但这个女的就会觉得 我被伤害了这么深 我已经在极力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可是你不但看不到我的努力 还反过来指责我 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现在就是不爱我了 你肯定还爱那个女的 男的就会觉得老婆无理取了 但是又说不通 吵了几次之后 就开始躲着不回家 这下就更麻烦了 女的就更难受了 但是为了家庭不散 就一直忍着不老 想着缓和关系 但是他无论怎么努力 看到老公还忍不住想发现 想让老公证明 他对自己还有爱 就这下 他俩不仅没有回到当初 反而关系会越来越差了 其实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很多夫妻 有一个认知偏差 就是只要人回来 和外面要断了 我们就能回到当初 这个回到当初的目标 会让你们双方都很痛苦 因为你们当初的关系 已经被破坏了 你们再怎么回 得到的还是一段破裂的关系 那真正回归过后的修复 应该是重建一段 崭新的更好的关系 目标一旦确定下来 那后面的重建工作 就会比较容易 比如说在我们咨询的时候 就会根据两个人的情绪点 需要手把手的去培训 无论男的还是女的 比如说我们会培训这个男的 怎么去帮助他老婆疗愈创伤 那如果他们矮着这个方式去做 两个月过后 然后再经历他自己的调整 七八个月吧 两个人的关系就会脱胎换骨 那第二种也是很常见的 一种回归后情况 就是男的回归了和外面的断了 但是回家后 男的和以前一样 对老婆依旧是忽略过关心 而且对家里的事情也是不管的 因为男的出轨前 就一直有这种表现 所以回归后还是这样 女的就会每天生活 在焦虑恐惧当中 就总觉得老公肯定又要出轨了 所以拼命的盯着老公 管着老公 男的可能就会很烦 要么甩脸要么就躲 女的就会觉得自己抓也抓不住 然后叫也叫不了 特别无理 那遇到这种情况 其实是要女人自己有一个自我提升 先放松心态 放松自己 先关注自己 再关注他们的夫妻关系 关系这样才能有缓和 比如说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 类似这样的来访者 用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调整出的状态 不到半年和老公关系就变好了 那第三就是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 这类说实话其实是极少数 就是遭遇一次背叛 一直沉浸在怨恨被伤害的状态 我们就要封闭了 我之前参加过团体的公益咨询 曾经又遇到过一个老太太 快60岁了 她验人就反复地跟 比如说当年老公又是怎么出轨 又是怎么对她不好的 然后在讲的时候还是咬牙切屎的 那种恨意通过表情流露出来 我们就能知道 她肯想让别人看到她的伤口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疗愈 很多人真的对出轨回归 有一个巨大的误区 就是觉得回来了一切就翻篇了 就可以像以前一样过日子了 可是越过越来的时候 心里的坎就会越来越高 因为这里面去了一个关键环节 就是关系重建 不重建关系 就相当于你捧了一堆碎玻璃 还想把这个碎玻璃变成镜子 但是用不了啊 怎么可能 对不对 所以想要破镜重圆 你得找胶水重新粘 找机器重新抛光打抹 镜子才能粘